哈喽大家好我是斯拉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本月B站的官方互动抽奖仍在进行中 大家只需关注我 然后转发这条抽奖的动态就可以了 那上一期视频中 我提到我要分享我的机能风冲锋衣外套 那很多观众在弹幕里表示想看 那所以这一期我就要拿出我的压箱底 跟大家分享六件 我一场穿的最多的冲锋衣 那价格的话也是从五百元到一万元 那我觉得总有一款适合你吧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件 来自机能风天花板 机能风的王者品牌 ACRUM的JAJTP 大家可以没想到会从最贵的开始分享 那只要你喜欢潮流穿搭 那肯定不会没有听说过机能风的最强品牌 ACRUM 那机能风爱好者呢最终的目标 我觉得应该也是想入手一件 属于自己的ACRUM的单品 但是可能很多喜欢机能风的朋友跟我一样 那之前还会很单纯的认为ACRUM会有平替 那特别是现在做机能户外风格的品牌这么多啊 那直到五手的这一件JAJTP 之后我才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平替啊 ACRUM太香了 ACRUM就是机能风的神 那但是想到ACRUM的外套价格都过万 我突然就冷静下来了啊 那说回这一件夹克啊 那关于型号的科普我就不多说了 网上有很多资料 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查找 那衣服呢我是从咸语淘汰啊 成色还是非常不错的 应该算是九有星吧 那我说的价格呢也是比发尾价低啊 是9999元也就是一万块差一块 那尺码是M码 那其实呢我一直以为自己要穿L码 我也在寻找L码 那无奈L码的ACRUM真的是太少了 有些呢价格就是比较贵啊 那我觉得应该是很多穿L码大佬 都是没有想过要出自己的ACRUM 不过好在ACRUM的尺码还是比较大的 我里面穿一件长袖再穿一件轻薄羽绒内胆 依然是有所赋予啊 那相比经典的JEA GT的话 我这件GTP啊 你可以简单的认为是 更适合春秋穿搭的轻薄款 那衣服延续了JEA的版型啊 但是材质呢 采用了更适合日常功能的GOTEX Packlet Plus 那原本后面可以拆卸的帽子呢 也变成了这一个单独可以使用的渔夫帽 那衣服的话一共是九个口袋 分别是下方两个 然后胸口两个 胸前立体口袋呢 它是有两个口袋的 然后两侧的袖口处各有一个重力口袋 再加上左边肩膀处的一个 一共是九个 那口袋虽然是不少 但是现在多口袋设计呢 已经是不那么稀奇了 你放在时间前我可能会惊呼牛逼啊 现在可能会觉得嗯 搜搜 但是我觉得设计最牛的地方 就在于门径的拉链 它一共居然有三条拉链啊 那一条是可以拉到领口的快拆拉链 一条是两头都可以拉的防水拉链啊 下端拉开呢 你在坐下的时候呢 衣服不会鼓起来 那上端如果拉开的话 你就可以不用敞开衣服 拿取内胆中的一些东西 那最后一条短拉链啊 是从胸口可以拉到下巴 那三条拉链各司其直相互作用 你完全不会觉得臃肿多余 设计之巧妙啊 我觉得是很难用言语来描述的 你真的只有自己有了衣服 穿过这个衣服 适用之后才发现 真的是牛逼啊 那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纵使 Acroom的售价如此之高 而且穿出门黑了趴气的 也没什么排面啊 也不是什么奢侈品 对不对 却依然有那么多技能风的爱好者趋之若鹜 那下面是我身边的这一件 CB Company 21SS的扛顶之作 也是他们的旗舰款 那今年的话正好是CB Company的50周年啊 那所以他们今年出的一些产品 我觉得也是挺有今年意义的 那今年衣服的发售价格也是1000欧元左右 差不多也是万元冲锋一的 不过好在CB Company的价格不是非常坚挺啊 你看我都笑出来了 我差不多是4000人民币不到的价格就海淘回来的 那芝麻的话我选择了52 差不多是XL 那衣服的原型呢是二战的空军夹克 CB Company在1988年的时候 出过一款类似的外套啊 那这次应该是向经典致敬了 那衣服采用了比较小众的Vantel面料 那这种面料在二战期间是英国空军飞行员的 防寒抗净服专用 那大家比较熟悉的Nagel老爷子啊 也非常喜欢这个面料的衣服 那面料同样具有防风防水的功能 衣服潮湿的时候里面的纱线它会膨胀 然后可以有效的防止雨水继续浸透 那如果是平时的话 它就会恢复成普通的纱线 所以透气性很棒啊 那通俗点讲就是纯棉的防水面料 那穿在身上肯定是比GOTEX这类面料舒服的 那可惜的是使用Vantel这个面料的品牌 其实很少啊 那当然CB Company的衣服呢 最具辨识度的还是它的护目镜设计啊 那不同于大多数护目镜是在帽子上 然后往下翻的一个设计 那这件衣服的护目镜 其实是在帽子的两侧 你只需把拉链拉到最上面 护目镜便自然组合起来了 然后再搭配两个按扣 你就如同穿上了一个防护服啊 虽然是有些中二 但是我觉得还是超级酷啊 那一常不戴护目镜的时候呢 这两边还有两个扣子 你可以把护目镜固定在上面 然后我们来看衣服上的其他的一些细节 衣服下方的话是有两个超大的拉链口袋 然后胸口的话则是两个护目干涉的立体口袋 然后在上面这边还有一个红色的Vantel字样 证明了它是用了这个Vantel的面料 然后在上面的话 就是CP Company 021的字样 代表的是21年的一个产品 衣服上除了深蓝色的面料以外 它还有一些灰色的麂皮 作为点缀啊 整个用料做工都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左手的手腕处 它是有一个大镜片 然后这下面的话是有一个拉链口袋 拉开以后可以放一些小东西 但是在其他的款上这一个镜片 其实是用来看手表的 让你看时间更方便 所以它里面是颇有隔层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面料的原因 它不能破坏可能某一块东西 所以就没有做成可以透视手表的设计 因为CP的价格是比较的不坚挺 我刚才说了 所以基本上可以低至四折 甚至是三折入手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尝试 那我通常买的渠道是一个咸鱼 还有是发发奇之类的海盗平台打折 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个荷兰的网站叫X Closing 然后这个网站的话经常会有CP的新款老款 然后一个打折 但是它需要一个转运 大家可以自己网上学习一下如何转运 然后试试看来淘一旦 那接着我们来看两个日本品牌的冲锋衣 那先来看这一件日本三大山系品牌之一的 And Wonder冲锋衣 那这款的话应该也是他们旗舰款的 因为我看他们日本官网上 冲锋衣最贵的就是这一款 那我是在这个华人选货店之光的加拿大店铺 ANMS上海淘的 他们的也是B站的up主 但是他们很久没有更新了 在这里也是在线催根一下 那这一副折扣下来 我记得好像是3000多块钱吧 然后我选的是5码 那差不多是介于XL和XXL中间 那其实我觉得我丝毫也能穿 但是因为海淘这种价格相对贵的东西呢 我还是一般买大不买小的 And Wonder这个品牌东西啊 第一感觉就是轻和薄 那除了羽绒服之外 其他的产品如果你初次购买 你会觉得花几千块钱买了个寂寞啊 就是超级轻超级薄的衣服 但是当你穿一段时间后 你会发现他们的衣服是真的好穿啊 首先衣服轻薄 但是它该有的功能是一样不差 而且上身的版型是非常好的 因为两个创始人都是出自 著名设计师三宅一生的设计团队啊 剪裁用料都是极为出色 然后我们来看这件衣服 那这件衣服的话有三个颜色 纯黑 我这个灰黑 还有一个绿黑 那衣服的面料呢也值得一说啊 它是使用了event面料 那这个面料的话 也是可以跟gotex摆摆手腕的啊 那他们的功能还是比较相近的 但是event的透气性会更好 更适合日常通勤穿着 那基本不是什么特别极端恶劣的环境 我觉得都是可以应对的 另外由于你的肩膀 可能户外时常需要背背包 然后肘部这边的话 也是日常会经常接触一些物品的表面啊 所以会有摩擦嘛 所以这两处呢都是采用了烤都拉的耐磨材料 那这一点设计我觉得它是很用心的 那衣服正面的话是四个口袋 然后每个口袋的话是采用了防水拉链 然后在防水拉链的外面呢都是加了一层3M的反光条 这样在户外的话也会更安全 然后在这边的话也是有一个反光的三角logo上面印着Anderwander 然后两侧的话还有超级长的一条拉链 大家看到我已经把它拉开了 然后这个拉链的话是用来透气的 你可以把它拉开 然后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小扣子 你把它扣上之后呢 如果起风啊不会把你的衣服给吹起来 那我个人认为Anderwander的产品性价比呢 还算是不错啊 因为它的用料都是非常顶级的 然后剪裁也很棒 那我建议大家可以每年圣诞节啊 或者说黑舞的时候 在国外一些平台打折的时候购入 那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一件日本品牌的冲锋衣 那这件冲锋衣呢是来自日本品牌 South to West 8的树枝纹迷彩冲锋衣啊 那这件衣服呢是我去年在咸鱼上淘的 那尺码是S码 就是说价格好像是2000元吧 那这个尺码是很迷的 我居然穿S码 那之前其实我也出过视频介绍过 那South to West 8这个牌子呢 是跟Needles还有是Engineer Garments 同属于一个买手店 他们也是同门师兄弟 但是名气相较于刚刚两个品牌 其实是逊色很多的 但是产品的用料设计啊 我觉得都不比那两个品牌差 甚至是更好 或者说是我更喜欢这个品牌啊 不过因为相对的小众啊 就算适合Supreme联屏之后 知道的人依然不多 所以在国内的购买渠道呢 不是很多 闲鱼上也很难找啊 所以大家可能需要通过一些海涛平台来购买 那这些衣服的亮点呢 主要是在这一个图案印花上啊 非常特别 然后胸口的话有一个 SAM反光的路头logo图案 那两侧的长拉链呢 也是可以上下开合的 然后这里面呢 是藏着两个口袋 因为它里面很大嘛 所以它被封隔成两个口袋 也就是左右各四个口袋 那不知道为什么S码呢 我上次还是比较宽松的 所以大家购买衣服的时候 还是要多看一眼数据 那他们家的一个多口袋夹克 还有多口袋马甲都是挺帅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件 Nike Lab的ACG冲锋衣啊 那不得不说光头时期的ACG 真的是超级帅啊 那我不知道很多朋友 是不是也跟我一样 可能是从这个时期 是真正的了解到了机能风 然后洗完上的机能风啊 那今天呢 我是在国外折扣入手的 那价格是2000元不到 也非常幸运的 然后尺码是XL 其实我也能穿 但是我想到里面要加内担 所以我就买到了一码 那这衣服呢 现在是买不到的 然后咸鱼上可能价格 也是比较离谱啊 所以我也不推荐大家 去买这种老的产品 那我就简单作为一个介绍 那衣服呢 采用了GOTEX的面料 那正面的话是有三条拉链 大家看到 那中间这一堂呢 很简单是一个日常的门禁拉链 然后右手边这一个拉链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口袋 然后这里面的话 还有一个网兜设计 可以固定一些你的东西 然后这一条拉链呢 就会比较长啊 上面一半的话 可以把它领口拉开 然后下面这边拉开的话 它里面是有一个 可以拆卸的立体口袋 然后立体口袋 这边固定的话 是采用了一个磁吸设计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 把它固定在一起 那这样的话 整体的一个机能感 然后是衣服的立体感 就很棒啊 然后这件衣服拉开的话 它里面还有一个背带系统啊 你可以把它双肩背在你的背上 如果你比如逛街出汗啦 比较热的时候 也是比较方便的 那这件衣服的话 其实我也是穿了很久了 所以它的一些防水性啊 什么的可能没有那么好了 但是我觉得整体的设计 还是非常有这个光头 Akrum的那个感觉的 也可以当年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平替啊 只可惜他们后来就不合作了 但是我听说 Akrum和耐克呢 即将又要有合作了 那我们下面就可以来看一下 它们两个到底还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那最后我们来看这一件 我最喜欢的国内技能风品白 NOSCA出品的冲锋衣 那这件的话是19年初的 现在已经停产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闲鱼讨一讨 那我当时入手的价格呢是500元啊 那我穿Alma 那整体的设计呢 其实是比较简洁的 就是胸口左侧呢 有一个很大的立体口袋 然后两边的话也是有插兜的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MOLI系统 你可以在上面加副包啊 或者一些MOLI系统相配套的小附件 那衣服的整体的版型啊 剪裁都非常出色 那上身的话 我觉得也是比较利落的 那这个帽子的话 其实也可以拆卸的 然后就可以作为一个 例领的春风夹克 然后它那里的话 也是使用了这一种 压胶的防水材质 所以它的防水性啊 还有功能性都是不错的 另外在这件衣服的背后呢 也有类似于ACROOM的这种背带系统 如果你热的话也可以背在身上 OK那以上就是本期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常穿的几件 机能风的春风衣外套啊 如果大家有任何购买这些品牌 有一些选购的问题啊 吃码的问题都可以留言或者私信问我 那最后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啊 那其实这期视频是我调遍录啊 第一遍录的时候忘记开机了 所以我现在喉咙有点哑的 不知道我们听出来啊 那最后也是非常感谢 那我是ZA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